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RS编写高质量CSS系列课程 这节课呢,是我们这一系列课程的第四讲 这一节呢,我们主要是说什么呢?来看一下 在前面几节课程中呢,我们先对课程的一个整体介绍了 然后呢,讲解了这个SARS与Compass的这样一个效果和它的一个作用和安装 好,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做一个横向的一个对比 什么对比呢?就是说,当前流行的几种CSS预处理器之间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 它们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主要的一个SARS 第二个呢,是NES,还有一个呢,是Stylers 这三个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样一个CSS预处理器 那么它们又分别有什么这个差异呢?好,我们接着往下走看 好,首先呢,是它们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差异 对于SARS来说呢,它呢,是作为一个非常成熟的,非常早的一个CSS预处理器 它呢,是诞生在2007年,到今天已经有8年多时间了 所以呢,它是非常稳定,非常成熟的 然后呢,NES呢,它是09年的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它呢,是受这个SARS呢,它是影响比较大 其实可以说它就是一个SARS的一个改造 因为以前的这个版本的SARS呢,它没有这个兼容CSS的这样一种写法 但是又有很多人又想让它去兼容CSS这种语法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样一个NES 第三个呢,SARS呢,它是呢,是2010年这个产生的 所以说它的产生是非常晚的 然后呢,它是那个LOD社区的一个产物 它主要呢,是用来给这个LOD项目来进行这个CSS预处理的 所以呢,因为它比较后来,然后它的这个社区比较单独 所以呢,它的这个意义上呢,它人气是不如SARS和NES的 那这里面,人气最高的是哪一个呢? 这个不保留的说呢,是NES 为什么呢? 因为NES呢,它是最先兼容这个CSS语法的 就因为这样一个特点的话 就让很多人能够去接受这样一个CSS预处理器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呢,它是最这个,人气最大的一个预处理器 那我们为什么要又选用SARS来学习呢? 第一个呢,是它一个非常成熟 就是说,它发展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呢,它现在也兼容这个CSS语法 所以呢,它已经把这个差距抹平了 所以呢,就只需要靠时间来让它的人气增加就OK了 另外一个呢,是它配套的这样一个 Compass cool是非常强大的 一个语言的话,它必须要有一个强劲的cool配套 那么这样子的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一个效果 基于这几个原因呢,我们选择了这个SARS来做这样一个学习 好,这个呢,是它的一个背景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官网 NES的,NES呢,有一个对应的一个中文站点 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直接把后缀 诶,改为NES 诶,是...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中文站点好像记错了 是记错了还是 好,我们看一下 NES CES 哦,它已经改成了CN了 不再是Delete了 好,这个是它的一个对应的一个中文的一个站点 好,以前的话是Delete 好,因为这个很久没碰它,所以说已经... 已经改了 嗯 这个是NES 然后Standards呢,它就其实更简单 它就是一个getIO的这样一个页面 它就只是把它的这样一个... 所谓的这样一个用法列出来了 比较小清新的一个感觉 好,这个呢,是它们三种的一个官网 好,如果要仔细的看它们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区别的话 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三个官网之间进行一个对比 包括它们的一些功能的一些差异 好,我们接着看 好,除了这三个的话 我们看它的一个另外一个差异 就是它们的安装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对于SaaS呢,我们应该很熟悉的 在上几节课中已经讲过了 它的安装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因为它是基于这个Ruby这样一个语言 所以呢,我们需要先安装Ruby 然后呢,再来通过这个GEM这种指令 来安装SaaS和Compase 所以它的安装呢,是相对比较麻烦的 然后NES呢,它有两种安装方式 那这个两种安装方式的话 也是让它的这个人气 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特色 它支持一个客户端安装 当然这种情况是 这种使用方式还是比较少的 因为它需要额外的耗费 这样一个客户端的一个资源 所以呢,它这个预处理性的这样一个效果 就会有一定的折扣 所以呢,这种方式是 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用 但真正我们做这个企业级产品的时候 我们是不会用这种方式的 我们都是会先生成好这个CSS文件 然后呢,再来直接用 好,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客户端安装方式 其实呢,就是先输写各种各种这样一个LESS文件 然后呢,我们引入这样一个LESS.js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 运行这个文件之后 就会把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个 REAL等于LESS的这样一个Link 全部把里面的内容转换成CSS 重新引入进来 那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那这样子的话 就相当于 把这个编译过程 预编译过程放在这个客户端 好,这个是它的第一种安装方式 第二种安装方式的话 就是说,安装LOAD 这个LOAD是什么东西 这个,我就不展开了 这个就是呢,大家说下就知道了 然后呢,使用NPM安装LESS 这个因为不是我们主要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停下来就可以了 第三个呢,是Staneless它的安装 它的安装的话是 比较类似于这个LESS的一个服务段安装方式 也就是说,用NPM来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这个呢,是它们三个的一个安装方式 从它们的一个安装方式来说的话 这个SARS呢,是相对比较麻烦的 好,对于这些它们的一些差异 我们就直接用代码来为大家简单展示一下 它们的一个差异性 到底有哪些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这些我们都不管 好,好,我们先利用LSHIFT 然后E,然后把这个窗口呢 先切成我们整个一个窗口 然后呢,来新建我们第一个文件 叫1.sass 使用我们这个Hammer的一个语法 来编写这样一个SARS的一种方式 好,接着呢 我们来创建我们的第二个这样一个文件 它呢,是我们这个SARS的一个新语法 也就是兼容我们这个CSS的一种语法格式 接着呢,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NAS文件 NAS文件呢 NAS呢,它是以点LESS.NAS这样一个后缀结尾的 那么它呢,就代表是NAS 第四个呢,我们就来写我们的这样一个Stylus 其实它呢,就是Styl这样一个后缀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们几个的一个后缀的一个差异 这里面呢,SARS有两种 第一个呢,是缩进式的一个语法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建容CS的语法 在这里面呢,其实2和3 这两个的语法是非常相近的 这个呢,我们可以从代码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好,我们来接着看 首先呢,我们来对比一下它们的一个 注释的一个写法 它们之间都支持 标准的这样一个CSS注释 好,这个呢,这些都是支持的 所以呢,我们都可以直接使用 除此之外呢,它们还 这是什么呢,它们还支持这样一个单写杠注释 这个呢,它也是支持的 所以这四个呢,它们都支持 所以这个是它们的一个注释的一个差异 接着呢,是它们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语法的一个差异了 一般来说,我们写这个样式的话 我们是会这样子去写的 但在SASS里面的话,它的写法就不是这样子 它的写法是 这个缩金比较大 我们可以改一下这个配置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这里有一个叫 TableSize.4 好,这个呢,是这个的用法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这个Unal City里面去 然后呢,把它改成2就好了 好,这样缩金变成2了 好 注意看 这里面还有一个配置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这里就一起先讲了吧 就说 我们的这样一个 把这个Table 要把它变成空格 我们看一下在哪个地方 TableSize 看一下 我们搜一下 这个呢,应该是跟Space有关的 看一下这儿 转换Tables到这个Space 好,这个呢,我们也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我们这个User里面来 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 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兼容的空格了 就不会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字符了 好 看 空格 好 那这个SASS里面的话 我们的写法就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就应该是,比如说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HAML的一个写法 它是靠缩进来区分的 在SASS里面应该怎样去写呢 SASS里面 就是 这个SCSS里面 就是完全兼容的一个写法 就是这样子 和基本的一个CSS没有什么差异 然后呢 在我们的这个 NESS里面的写法怎么写呢 NESS里面的写法和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是它的一个写法 好 再来看这个 Standards 这个里面的写法就比较多了 首先 这种写法 它是支持的 这样可以 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种写法 可以的 可以的 这也是可以的 这是第二种写法 还可以怎么写呢 这个更闪 它连中途的一个符号都没了 这个呢是它的三种写法 所以呢这个Standards它支持很多种这个写法 而且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支持混用 就是说这三种写法完全可以作用在这样一个文件中 这个是它的一个特色 它的这个语法多样性非常多 好 看了最基本的一个语法 小心大家对这三个预处理器有一定的一个认识 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变量的一个定义 应该怎么去写 变量定义 好 变量定义怎么写呢 如果是在这个sass里面的话 好 这样呢就使用美元 这个符号打头 不能用人文币 人文币不值钱 好 美元的话我们就用 color 冒号 然后red 这样子的话就表示它的一个变量定义 那其实呢 在这个sass里面的话 就更要直观一点 就是color red 这种写法 然后在ness里面的话就 可能这个sass是非常像的 其实它就是把这个每语言符号 改成了这样一个ant符号 这样子它就是它的一个变量定义 那么在standards里面又怎么去写的呢 standards里面它也又是一个极大成者 它的变量呢跟变成语言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呢它没有这些限定 它的这个变量的话可以与美元打头 可以与其他字 其他任何字符 这样定义没问题 这样定义也没问题 但这儿需要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不要用这个ant开头 用ant开头的话它的这样一个对应值呢 是可能会复制不上 这个呢跟stannus的这个版本有关系 所以呢尽量不要用ant开头 那么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好这个呢是它们的一个变量的一个定义 有这一些差距 差距 第三个呢是它们的一个欠套 在这儿我就直接不再说这个sass 因为我们的重点不再是它 因为这种语法的话可能对特定的人群是比较喜欢 但是对我们这种写惯的一个css来说呢 这种语法是比较不讨喜的 好这个呢我们就不再看它了 好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嵌入 嵌入怎么什么什么意思呢 嵌套 比如说我们玻底 玻底下面有一个这个header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去写 然后呢 玻底下面还有一个叫section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写 其实这种的话在三个语言 三个这个处理器 预处理器下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这个也 也没有构成它们的一个差异 好 第三个呢 后面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mixings 这个呢叫混入 其实可以理解为函数吧 然后在这个sass里面它的一个函数的一个写法是怎么样子呢 就是用ant符号开头 然后定义一个mixing 相当于一个类型的一个声名 然后呢我可以定义一个叫什么呢 叫elt的这样一个函数名 然后呢它的一个参数 比如我就要一个叫颜色的一个参数 然后呢它的一个拨认值 好我们换个颜色 blue 好默认值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它里面就是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代码了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font color 这color都不用写 直接是color 好这样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在一个sass的一个写法 那么在less里面这个变量又应该怎么去写呢 这个函数应该怎么去写呢 ness里面的话其实和这个sass是非常像的 也是非常像的这一块 其实就是以点 然后后面呢给它一个函数的一个名称 接着呢是参数 注意这个ness里面的话它是它的这样一个参数的话是以and for打头的 所以呢这也是这样去写 同样 默认值 用blue 接下来 看一下 同样的color 是吧这两个都是非常像的 然后在stylos里面的话它又是怎么去写的呢 新stylos这里面的话就更强大了 它的一个写法是直接alt 然后呢conor等于blue 这个呢它就把我们不必要的这样一些东西都省略掉了 直接conor conor就ok了 但这儿呢最好是不要用这种一个和它的一个出名的 好 当然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符号来把它复理掉 好 这样子的话就是 这个的一个mixing的一个写法 所以呢这是它们三个之间的一个 mixing的一个写法的一个差异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从sars来开始 来讲一个继承 这个呢就是我们它的 也就是我们在它的一个大的一个区别啊 继承的话在这个sars里面应该怎么去选呢 首先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叫block的一个块 当然它呢里面有一些margin的一些设置 也有一些pending的一个设置 好 那么如果我们要使用它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p里面用extend 这个呢语义化 就比较 extend 然后呢有一个the block 这样子的话就把它的这个样式给继承回来 就继承过来了 就会在这个p下生成这个margin和这个pending的这样一个设置 这个语法呢同样在这个stynos里面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过去 好 在less里面呢就有一点区别了 less里面的一个写法的话 它相对来说就要感觉要弱一点 它的这个p里面就不是这样子的 就直接 the blocks 这样子的话就直接引用了 当然这样的话看起来不是很直观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 它们的一个基础上的一个几个语法的一个差异 那么差异呢我们就讲到这 因为这个地方不太好做演示 所以呢我们这个是没有相关的一个看得到的一些东西 我们只能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代码 为大家讲解一下 好 我们再来看它的最后的一个 当然这些其实大部分都很相似 好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 三者呢它其实都是开源的项目 所以呢我们使用起来没有 没有任何负担 然后sars呢是诞生的早 然后呢是比较完善的 然后ness呢是最流行的一个语言 然后stynos呢是最这个 语法最灵活 刚刚也看到了它建论的一个语法非常多 语法最灵活 然后也是最像编程语言的一个预处理器 那么这个呢是它们三者的一个简单差异 然后第三点呢是sars的和ness的语法比较严谨 然后stynos呢它是因为灵活 所以呢它就比较散漫了 好 第四个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都比较近 第五个呢就是说sars和ness它都有第三方工具呢提供转译 其实stynos呢它是原始就有的 所以说它根本就不需要第三方工具 它本身就有这个转译 然后呢sars和compas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其他就是它们的一个功能相似 然后规则上有点不同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它们的一个差异性 具体怎么选择还是要看我们具体的一个一个项目 和一个跟着大家的一个知识的一个选择去走 好到这儿相信大家已经了解它们之间的一些一同点 那么怎么选择就和大家自己心里去下结论了 好我们下节课再见